朋友嘛,我现在是在河北啊 现在我为什么拿敲棍去啊 河北这是私下庄 它是属于陆证 查我说我这个上下这个行车证跟影音证不符 我买车的时候是公司买的,给公司买的 咱也不知道符不符,这也是工程党颁发的 对不对 现在咋去?现在就是活不起 咱老百姓不要老百姓活 这货也没抄,你们是哪个,你们是哪个中队? 你们是哪个中队? 你们是哪个中队? 不是,哪个中队,我就问问你 老铁啊,这罚一百二百的,咱无所谓咱给他,知道不? 这要给我整个院里,听明白吗? 就照妻儿来了,知道不? 现在活都挺难,他们活也挺难 但是老百姓,看见了老铁吗? 他如果,他要是罚我,要我进去,知道不? 我就不活了,知道不?就不活了 就不活了,知道不? 活不了了,知道不? 太欺负老百姓了 你说我哪个,这把师傅你给我发的 这证件师傅你给我发的啊 证件师傅你给我发的啊 师傅你给我发的啊 师傅你给我发的,哪个不符? 我问你哪个不符? 哪个不符?我就问问你 老百姓活不起,那我告诉你 我不活了,现在事故压力太大了 就现在交警路,让你现在闹的啊 太逼人了,你马上来可以啊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从海口飞上海浦东的MU8356航班 原计划13点35分起飞 也为等15名来海口参加中奥排球赛的 澳大利亚国家队运动员 让100多名中国乘客在美兰机场 胡等了三个多小时 视频中,飞机上的几名中国乘客 情绪激动,质问航班机组人员 为什么这些外国乘客享有特权? 一名中国男子质问说 如果上来十几个中国人 我们没意见,你们几点知道 要等这十几个人呢? 你们几点接到通知呢? 几点要跟我们说的 一名空姐解释说 我也问过是不是地面一定要等这15个人 底面说确实一定要等 这起事件引发舆论愤慨 中国网友嘲讽 原来飞机是可以等人的 我们不一样 中国的飞机可以等任何人 就是不等中国人 我知道现在您的负责是 没有,没有说您的负责是不对的 首先 你要把这个事公布出来 你们几点知道 你们告诉我 什么时间开始 知道是因为阳户的 什么时间是因为定位 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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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一说清楚 你们这场广播就应该说这个事情 先一下 但我们就是知道他们自己要我们给的十几个人 你们几点知道要等这十几个人的 你们几点知道通知的 几点要跟我们说的 把你们的信息公布出来 我们要公开透明 我们花的钱 我们花的时间在这里 干什么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吗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我们都不激动吗 如果下来十几个中国人 我们没意见 那你先承认登机前的广播你们就在撒谎 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撒谎 没有撒谎 没有撒谎 地面给你的原因 航空公司就给你们的原因 还是地面给你们的原因 那地面是在撒谎是不是 那你自己说现在这个原因到底是因为 我们接到的推出时间确实是在五十二分之后 所以等这几个人是来不及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的可以等 那就是说顺便等这几个人了 啊 要不然 陈部长 我也通知过大家说等最后师傅没雨 对不对 我也是说后面因为还是有航班延误 我等不给大家的 你这个时候怎么没能等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等 那正好 因为是航班延误 那正好听到没有啊 顺便等 他的意思是顺便等 他还在打圆场 听到没有啊 顺便等 我也问过 市的地面一定要等这十五个人 地面说确实一定要等 我也跟机长反馈 我说我们还要考虑飞机上的先 这是一百四十个客人 我也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现在几点飞 现在塔台给的时间是五点零三分推出 五点零三分 特别人家到水了 那这风干就好大了 可是我说是好香啊 整个人都在牛了 我给你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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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噢噢噢 他上海面的生体了 噢噢噢 噢噢 小腿你们家子快拆哦 快拆 火水来了 你干嘛 主意 主意 下雨 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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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现在开直播了 开直播了 新悬来是不 挣什么世界 快来是不 挣什么瘿 我 Learning 是不 苹果费给你 我差点利用 拿起放 如果只要在公司 我看控制栽救你 你水里面震水嘛 震水你拍水嘛 拍啊 你拿着拍的 咱们拿着拍的 我还要拍照给你看嘛 你不是拍直播嘛 让我直播你自己 我直播我自己了 我天天直播我自己 你那点实用的 我这就说 凭什么 扒过来 你给他吹着吧 给我男子 你给他吹着 好好好 给他去 哎 给我的 给我的手机 给我的男子 给我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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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手机 我不会要你 有个人就给你手机 我现在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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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手机 你找人就听你了 我会手机 好吧 他干了吗 你都不挺你大人 你不挺 你下这哥怎么说的一看 我说话很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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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要你手机 我也不会要你手机 有时候要你手机 脚肥强完不备 看你内容是啥 看你何时内容是啥 我还收集 需要见证您内容 好吧 我还收集 你看你要 你要来收集吗 我还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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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给你掳上 我还收集 现在给你掳上 我现在给你掳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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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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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上去探上去 探上去探上去 探上去探上去探上去 你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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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洗衣服 干嘛,我坐下来,我坐下来,我坐下来 你耳朵,我乱看他,你不要过了 他给他捅了,他给他捅了 我跟他就去 帮我去那儿敲 一会儿钻子,都来一边帮他,就是帮他 然后给你把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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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我你不要拿到那儿去 我他在家里 他把他吃 不错 这玩意 这一天 做得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